一年一度的豐年祭登场 除了花东新村的居民之外 临近的太平自强新村 以及市区的龙肠部落也来支援 让活动现场热闹滚滚 大人一直跳舞 在拼经济的时候要工作 全年青人做一个接班的话 是最好的时机 让大人有个工作 他们的话 在课语之语练舞 在我们的豐年祭的时候 有机会展现他们 这些年轻人的一个社团 这样的传统 我们必须保持下来 让这些原住民 让他们有一些尊严 工作上都能够受到照顾保障 当地居民表示 举办豐年祭的意义 就是提醒他们不要忘记 老祖先传承下来的文化 而这群来自东部的原住民 在雾丰一住旧市15年 现在环境还是相当的差 不过今年的豐年祭对他们来说 格外有意义 因为争取多年的居住权益 市府终于允诺将协助修法来改善 我们今年我们已经编列了 明年的土地的使用补偿金 跟明年的租金 那所以他们明年开始 我们今年只要今年的预算过了 明年他们这里跟自强新村 就会变成合法的一个聚落 那我们就会去评估 我们会请学术单位来评估 看看有没有办法在这里 跟自强新村能够做就地重建 随着音乐起舞跳出原住民的热情与活力 而社区也准备了原住民特制的风味餐 招待前来参加的亲朋好友 欢乐的背后居民希望 合法成租之后 市府能进一步协助他们修缮房屋 让他们可以继续把中台湾这块土地 当成第二个家 记者 蓝秋风 台政府到